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光雅 陈能宽等杰出科学家在此工作 如今 这里已成为传承和弘扬老一位知识分子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的教育基地 中武院1969年迁入子铜两岸城 1992年迁迅绵羊 23年间 科研人员克服多种困难和干扰 围绕科研生产中心 通力协作 极致攻关 孕育了两岸一星精神 在我国和武器发展历程中 起到了城上启下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岸城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大礼堂 办公楼 档案馆 模型厅 情报中心 邓家先救居 将军楼等 167栋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物 机房空洞 火魂碑林等众多纪念食物 两岸城在不改变原有建筑格局的前提下 将原模型厅 职工活动室 印刷车间 改建成两岸历程馆 全面展示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历程 赵子军大学毕业后 就来到了两岸城当讲解员 在这里工作之后 他才知道 当年从事和武器研制的科研工作者 每个人都要签署保密协议 很多人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 为两岸已经做出卓越贡献的 有邓家先 王盖昌这些为人熟知的伟大科学家 同时还有数万名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 赵子军说 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他们 国家才能强起来 国防才能强起来 我们才有了现在 这样安稳的生活 据介绍 两岸城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 中小学生 公司职工和远道而来的游客 深入两岸城参观 寻找老一辈科学家 在此工作和生活留下的痕迹 回顾他们艰苦奋斗 协同攻关研制国防重武器的历史 感悟他们的精神 汲取前进的力量 在这里 两岸一星精神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一代代年轻人的接力中发扬光大 成都市民娘红陪女儿来参观两岸城 孩子刚放暑假 就带孩子来到这里了解这些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 远离家人 扎根深山隐姓埋名 克服巨大困难 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他说 希望通过参观学习 让孩子了解今天的美好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是无数先辈用毕身份都换来的 让孩子好好学习 长大后 报效祖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的天啊 我借记了看更多责任编辑